109 文匯報 生活與詩 余程曼的結局 2015年7月15日採封A 29吳康文電影《疊血骨城》中的主角 真實人物的國民黨中將余程曼 1955年在香港死於傑妃槍下 我始終認為 傑妃就是蔣介石派遣的監察特務 蔣介石心狠手辣 心胸狹窄 容不下背叛他而可能投向他的敵人的人 看他對一向的外張 首任台灣行政長官的陳怡 認為他可能投奔共產黨 立即召回台灣判處死刑 公開暢決 至於暗殺 卻是長邦的家常變犯 在解放前夕 暗殺著名民主人士李公破 文一多 解放後環籌備一個驚天大陰謀 以詐偉傅曼龍參加會議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飛機 因周時獲得情報 未成該黑神米爾公主號專機 行免於難 對於他懷疑可能背叛他的高級將領 如孫立人 戰功標平 因他和美國勢力頗為親近 便要白絕並加以暗算 後愛於美國面子 才饒他一命 至於對張學良 因西安時變一役 雖夠了他一命 但掌認為他不夠忠貞 誰把他終身軟禁 直到掌死後才能獲得自由 對有強大軍事力量的貴系勢力 招安不成 崇分而致之 拉朗白崇熙 姑娜李中仁 常德之戰 以致失守 都非戰之罪 日軍以優勢炮火 並有空軍聯合作戰 敵我力量懸殊 我軍謹以手榴彈和近戰搏殺以對付日本步兵敢死隊 並擊退日軍 但日軍召集第三航空師主力空援 再上德城中艦頭燃燒彈 令全城軍在烈焰之中 日軍更增兵七千餘人 數十門大砲 配合空軍 但每前進一步 都遭遇劇力抵抗 1943年12月3日上午常德淪陷 但次日援軍58軍新十一師道 如程萬匯同該軍三十二團反攻 常德職被修復 正在慶功之際 蔣介石卻已未有死守常德 違抗軍令為名 章如交付軍法審判 判刑兩年 後獲保釋 往後被居香港新界 終於難逃蔣介石特務追殺 視職傾文貸石特務 現場200年 王遠